来接下来呢 家具环节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保温杯 这款保温杯我非常喜欢 它叫SWELL 这个 这我近期最爱用的保温杯 它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 它就是一个保温杯 最重要的就是它保温效果非常的好 没有其他的 买了两个 一个小口的 一个大口的 他们家这个带伴的这个瓶盖 还是要单买的 这个的保温效果比这个更好 是因为它的口更小 但这个我不喜欢的原因是 因为它保温太好了 我经常容易烫嘴 我用它先装了一壶热水 拿到我的卧室去 再倒到这个里面 或者是倒到杯子里面 我会这么用 因为小口才会有这个瓶盖 就比如说你背个包啊 或者什么 它可以挂在你的包包上 就很多男生喜欢用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无效 然后我买了一个想吃绿色的 然后又买了一个大的 我想说保温壶就要大 但俗不知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个小的 这个大并不中用 后来我喜欢这个大口的 它就像喝水被子特别舒服 我好喜欢啊 我最近都在用它 就刚烧完的水装到里面 然后我不打开它 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它的水温大概是55度到60度左右 就保温的非常好 这一款呢 也是我最近还蛮喜欢的 这个是坤姐送我的 它之前有送过我全白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特别吧 这联名款还是啥的 保温效果也很好 保冰效果也很好 你就比如说里面你去哪个咖啡厅 你去装个冰美式 我跟你讲 第二天冰块还在里面 非常夸张 这是我亲身经历 亲身验证 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比如说你放茶叶或什么 它这个里面就可以不露出来 它就可以这样倒出来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但你要注意就是你的水不能太满 太满的话容易露出来 这两个是我近期我觉得 我用到特别好用的保温壶 推荐给大家 好像不是很贵吧 200多块钱 这个好像是100多块钱 好 接下来呢 种蛋 这个是我今天我一定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 你们不买我都很冤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静电拖把 为什么有两个一样呢 我一定要跟你们好好讲一下它的故事 这个拖把呢 是我从韩国背回来的 当时我还没有完全回国的时候 我就整理我所有的东西 海外运回来 然后你就说这个要带走吗 我说带 它真的有点老了 你看它那个胶用的 刮的已经都差不多 你看那个缸都发黑了 然后那个底都脏脏的 已经不行了 七八年了至少 最早的时候 很少的几家有在卖静电拖把 然后我就试 我这么多年试了这么多把 没有一把是好用的 这个静电拖把应该如何使用呢 很多人静电拖把你是这样使用的 No 错了 静电拖把是要 八字使用 是静电拖把哈 你不能这样拖它 你一定要这样 然后再回来 真的非常好用 你就是要这样子一横排 这样把八字给拖过去 然后就拖一面 所有的头发全都粘在这个上面去 然后呢 为什么我觉得其他的不好用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是它这儿不够灵活 第二就是它的靶柄这里啊 靶柄 不是我的靶柄 就靶柄这里很容易松 就我一这样转转转 它自己就松掉了 因为它这个不是扭上去的 它这个是扣上去的 没有一个静电拖把 如此的坚挺 后来找到一个代购 才买到这个 我好开心啊 我觉得它能再跟我五年约 绝对没问题 非常的好用这个 我跟你讲 今天的C位是它 我跟你说 上次我的好物分享 没有分享它 我就在那里一直在捶腿 拍腿说 天呐 我居然都忘记它 这么好用的东西 我都没有能跟你们分享 然后呢 还有一个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发现的这个 除尘抹布 我跟你说有两种 这个呢 就是我们见到了市面上 非常普通的 懒人抹布 就是薄薄的一层布 跟洗脸巾一样 没有任何 它就是普通你用它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是我最近买到的 哇 我觉得 怎么会有如此的抹布 很厉害 看到没 带毛的 我跟你说 脱得更干净 这是我觉得我用过 目前为止 质量最好的抹布 我跟你讲 我用静电这个抹布啊 我几乎啊 都不用那个吸尘器 就这个抹布就够用了 这么多年 我很少用阿姨 像我们家的阿姨也是 每周就来一次 然后平时也都是 我自己在打扫 就是靠着它 太好用了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到了 好物分享的 零食环节 大家最爱的这个环节 先跟大家分享 猴头菇 香葱 苏打饼 猴头菇这个饼干啊 最早的时候 我真的看不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难吃的饼干 为什么我今天会推荐 这个猴头菇饼干 我妈妈胃不是特别好吗 她就带了很多 而且买了很多 前段时间来北京 然后呢 她就说 我没有我的猴头菇饼干 我说 你为什么要吃猴头菇饼干啊 妈妈的胃不好 她就是养胃的呀 张医生都推荐给我们 她妈妈的胃是不能 饿的 要饿一点的时候 就要立马吃这个 猴头菇饼干 我说好累好累 我说这个猴头菇饼干 然后我就给她买了两大盒 一个经典的红色 还有一个香葱 买回来了以后 然后这一回还难了 剩下这个猴头菇饼干 就对我吃了 我就说 怎么两大包 我要装什么时候 我就不喜欢吃 然后那天呢 我很饿很饿 我就打开了这个猴头菇饼干 它里面长这样 猴头菇饼干 经典的是圆的嘛 它还是方的 这种苏打饼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我那天真的实在是太饿了 然后我吃完会咸的 天哪 怎么会有如此好吃的猴头菇饼干啊 你吃完了以后 它没有感觉这个饼干 特别的油炸 它就很舒服 就吃到里面很健康 然后呢 它不会很咸 它也不会很甜 就你一直吃一直吃 就口感特别好 它就是得慢慢嚼 很香很香 我买了一个小技巧 在那个橙色软件上面 它比如说买一个经典 它会送什么四个什么萝卜汁 然后我就跟它说 我可以不要这个萝卜汁 你给我换成小饼干吗 它居然说好 所以我就全把这个萝卜汁换了一小饼干 因为我不想吃萝卜汁 然后还有猴头小饼 巧克力味特别好吃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呢 是我在英国的酒店 带回来的曲奇饼干 好吃 满满的牛油罪恶感 甜不拉鸡 油不拉鸡 就是那种曲奇 这个橙色软件 你能找得到吗 你看一下 它因为曲奇好好吃 我就把所有的那个曲奇 全部从英国杯回来了 黄油的味道好香 够啊 没得卖啊 那你不要吃了 你跟我 那没办法了 推荐 Yes 白推荐 白不懂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 泉州小零食 我的泉州朋友送给我的 我当时吃完了以后 我说天哪 真的太好吃了 这个梅辛巴勒 它长这样 梅辛巴勒 还有一个草莓柚子 真的很好吃 他们家做工都很干净 就是你不觉得它是那种脏脏的感觉 叫探大钱 哈罗阿姬 应该这么说吧 泉州好里 闽南味道 我后来问了一下他们家应该是做了很多年这种干果哈 他们家最出名的是那个叫陈皮金枣 它有五年的 十年的 十五年的 最早我是觉得那个特别好吃 我先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们能找得到的话 我就告诉你们哪个好吃哈 野生小金菊很好吃 这个枣 长这样的特别好吃 草莓柚子芯就是这个草莓干果里面有一个柚子皮 很好吃 很好吃 具好吃这个鸡丹酥 他们家还有一个无花果干 也特别好吃 他们家这家店就在泉州的那个老街 开元寺的旁边就小小的一个铺子 最早的时候我记得它的橙色软件上面是没得卖的 但最近有的卖了 你看 探大钱老金枣 这个是好吃的 你就是如果你喜欢喝茶啊 或者是你喉咙不舒服 你就拿一点点咬一下 然后喝口茶 很舒服哈 加这个什么芒果的夹心 这个酥 哎 这个也蛮好吃的 这个是我之前买的 368 送礼 没了 它店铺有非常多东西 可以问客服 然后加他们的微信 然后买 有很多东西 很好吃 然后我给林小姐买 然后林小姐现在也是天天在买 然后天天买来送给她的朋友 而且是送礼特别好的一个干货 接下来呢 给大家分享的是 哎 它什么牌子啊 被我撕掉了 反正就是辣的通心棒 辣条 上面是不含甜蜜素 还有零反式脂肪酸 它是爆辣味的 我只有一包 我那天是凑单买的 巨好吃 巨辣无比 辣到我昨天晚上 我忍不住吃完了以后 我在床上那里翻滚 太辣了 我的胃痛 它真的很香 酱甜 嗯 它真的很辣 南哥你可以吃吗 玩具 玩具了 第一条已经不行了 大家可以挑战一下 巨辣无比 好 说完了以后 我跟大家推荐一下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橙皮 叫干润糖的 是我的小嫂子 她的弟弟做的当时 然后它有很多种橙皮 因为我喜欢喝茶 然后我也喜欢喝橙皮 你在婆儿里面 你也可以放橙皮 这个已经被我喝的差不多了 然后这一款橙皮是我觉得特别好喝的 味道特别香 然后它的浓度也特别好 就橙皮味特别好 然后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要单喝橙皮的话 我建议 如果你是煮水煮的话 你就煮完了以后 你立马关火 立马倒出来 不要让橙皮在里面煮太久 它会发苦 它说橙皮是只有新会产的才叫橙皮 它当时跟我科普了好多 说这那这那的 我现在也不太记得 反正就大概是这样 然后这一款是我觉得很好喝的成品 接下来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古迹老骨头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喝过他们家的茶 哇 他们家真的做得非常好 我很喜欢 他们家有很多 比如说 有人参什么什么茶 然后我的这个是菊花枸杞 绝名籽 还有罗汉果 罗汉果那比较苦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茶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干果 然后我觉得这个牌子的东西真的蛮好的 而且它是一个一个捏很方便能够带出差 就像我刚刚的这个壶 你就泡在里面 然后它这样倒出来 它就不会有太多的渣渣 它所有里面用的药材 泡出来的这个水的味道 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很好的 是很干净的很天然的 他们家还有一个干的梨片 特别好吃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特别方便 特别养生 这个茶 好 今天的重头戏来了 这个 七鲜的酸奶糕 它叫什么 酸奶夹子音 不是 酸奶夹子蛋糕 就是你吃完了以后 你真的会变成夹子音 它就会 就会变成这样 真的很好吃 那天 我跟妈妈去逛超市 因为我妈妈呢 是特别喜欢吃甜食的一个女人 然后呢 特别喜欢吃各种蛋糕 特别喜欢吃各种酸奶 哇 巨爱酸奶 她只要来北京 冰箱里没有酸奶 你就是有醉 有甜食的话 你就是加分的 你今天是最棒的女儿 对 就是这种 我跟你说 她那天去逛街 哎呀姑娘啊 就搂着我 哎呀姑娘 我觉得可以买点什么小吃吧 然后就看到这个 那样这个酸奶蛋糕 看起来特别棒 打开给你们拍 它这个品香 我一看我就不想吃 我觉得腻得慌 全是奶油的感觉 看到没 咸咸咸你买吧 回到家 她就吃 从那个厨房那里 冲过来 姑娘你快尝一下这个 然后我说 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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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真的不吃妈妈 我觉得这个很腻 她说 她真的不腻 你尝一下好不好 然后我一吃 她说怎么会有 如此好吃的蛋糕 她一点都不腻 而且里面有蹄子 就她外面的这个蛋糕 就很像我们小时候 吃的那种古法蛋糕 然后中间呢 就是那种各种酸奶 和鸡蛋什么弄成了中间的这个馅儿 然后呢 再夹着葡萄干 外面的这层白色的粉 然后小时候你们有吃过干奶粉 就是趁妈妈不注意拿一个铁勺子 挖一勺干奶粉的那种 她就是这个感觉了 最好吃的 满满的幸福感 哇 那天我被啪啪打脸 嗯 嗯 太好吃了 因为每天七仙下午的时候 就已经才剩两个三个了 嗯 嗯 被奶粉包裹的幸福感 它就只有七仙里面有卖 别的地方没有卖 我没见过 这个酸奶糕是何月威比较喜欢吃 那我觉得一般 你还可以吧 它是卡式酸奶糕的 两个都19块9 行我再尝一下 别等一下我又被打脸 反正那天我尝完 我是觉得一般了 它没有那个那么有幸福感 上面就是酸奶的奶酪 下面就是蛋糕 好吃是好吃 但是它不会让 哇 它不会有这种感觉 层次感没有 那个真的太有层次了 简直 就是重新找到小时候玩伴的感觉 哇 原来你长得这样了 好久不见呀 就是这种 然后很惊喜 很有童年 很有幸福感的一款 酸奶夹子蛋糕 然后呢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小熊退黑素 我买了两款 另外一款我吃完了 它是这样子的 一个那种小熊的 像那个橡皮糖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它对我还蛮有用的 就吃起来甜甜的 我大概吃完了以后 30分钟我就开始发困了 这个还是我觉得蛮有效果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也是查了某书 查了蛮多的 我就买了两款 然后试完了以后 另外的一款比较弱一点 这一款的效果会稍微强一点 要吃退黑素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 不让它多少钱一百多两百了 好 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推荐另外的一款 就是这个 My Tokyo 哦 我跟你讲 这么久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 它是唯一一款我觉得我吃完了 我真的有精神 且我没有那么容易发困 没有觉得那么累的一款保健品 最早的时候我怎么认识它 是因为它进了我直播间 因为你知道直播间 以后我卖很多这种保健品 然后但是呢它呢 我吃完了 我中间有停过半年吧 没有吃 像我前段时间 我身体不是特别好 睡觉的时候 心跳会漏一拍 然后我最近就开始吃 这个是免疫力的 他们家有经典的 有什么护肝的 有护炎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多 但是我就是当时我是吃他们经典 我觉得很有用 就是我吃完了 整个人就是精神了 这个原理你们自己看吧 反正这个是我觉得还不错的 我是觉得他们家是对于我来说是最有效果的 OK 这一期的久违的好物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期里面 找到你们的心头好 好 下期见咯 拜拜 爱你们 叮